先前已经发布过两款国产GPU的摩尔线权 大家还记得吗 近日该公司有新消息了 今年成立两年的他们已经完成了四轮融资 并且还讲话了大型洋企和大型国有银行的台式机采购大单 就问你这速度快不快吧 那具体都有哪些新动向也不卖关子了 赶紧随着给强来看看吧 近日国产显卡厂商摩尔线权官宣 公司已经完成了15亿的B轮融资 并且已经成功交割 DANA成立了两年的摩尔线权 目前已经完成了四轮融资 在2022年12月完成了天使轮 2021年2月完成了10亿人民币的PREA轮融资 2021年11月完成了20亿人民币的A轮融资 现在也完成了B轮的15亿融资 本次融资主要是由中医数字新经济产业基金 和谐健康保险领头 点时资本跟头 摩尔线权官方也强调了 融资资金将持续用于多功能GPU的快速迭代 MUSA架构的创新以及相关IP的研发 短短两年 摩尔线程已经发布了两款 基于自研MUSA架构打造的多功能GPU芯片 分别叫做素D和纯小 并已经迅速将多款MTT-S系列显卡推向市场 包括了S2000、S3000、S10、S30、S60和S80 覆盖了桌面端、边缘和数据中心等多个场景 并且在产品研发、生态打造、应用落实 团队组件等方面相继取得了多个里程碑的跨越进展 从建立之初到商业落定 这个速度确实很猛 就以旗下最新玩家最关心的MTT-S80为例 理论辅典性能比306012GB还要高 减码编码性能也比较给力 有着相当可以的硬电基础 就是驱动方面对于游戏性能的释放还有待提高 但打个英雄联盟或是独立游戏还是轻轻松松的 也是首张配备了PCIe 5.0接口的显卡 算是扎扎实实地落实到了实处 当然崛起得如此之快 绝对离不开摩尔县城的创始人CEO张建忠的显存优势 他在GPU行业更生了超过15年 曾带领英伟达开拓并建立了GPU在中国市场的完整生态系统 还曾是英伟达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 这么一看似乎都合理了起来 除了融资顺利外 摩尔县城还宣布联合了数家OEM合作伙伴 斩获了大型央企和大型国有银行台制机的采购大单 也就是说上万台搭载的摩尔县城MTTS系列显卡的国产PC 将广泛应用于中国的电信金融行业的数字办公业务场景 将显著提升国产PC的应用体验 同时摩尔县城与中国移动语音能力中心和中国电信研究院 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共同探索多个能GPU在语音计算和应用 元宇宙新型基础设施以及本土化生态建设中的落地场景 有钱又能赚钱发展得如此迅猛 虽说游戏性能还差些 但作为多功能GPU已经可以用于大部分实际场景了 毕竟电脑也不是只打游戏嘛 目前国内的CPU和GPU行业都在大力推进 不过相对来说CPU还是要更加成熟一些 GPU还没有太多能够拿得出手的产品 其中的CPU方面我们有龙星 昆鹏 飞腾 照星 海光 声威等厂商 而GPU方面也有不少 心动科技 景佳威 墓西基层 摩尔县城 相帝线 照星 必认科技 天数之星 星元微电子等等 那可能就有人疑惑了 既然这么多国产GPU厂商都在做 为什么目前还只是看到了零星的几款消费机产品呢 原因很简单 第一GPU的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周期 才能够制作出一款像样的产品 并且需要不断迭代 才有机会有能力面向大量需求问题频发的消费机 这并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够追赶上的 第二大量国产厂商主要都是集中在计算卡方面的研发 因为其并行计算的特性相对更容易追赶一些 而且也不太需要面对那么多的不可控因素 比如必认科技的BR100GPU 7nm工艺 771个晶天管 自主架构 当时还和英伟达AMD 英特尔三大架构并肩起发 虽然工艺跟台积电没办法比 但也算是一次小小的突破嘛 所以说消费机的研发就显得更加严峻 主要面向于游戏玩家的游戏显卡 还是在慢慢来 目前就有很多初创公司也在从事不同的GPU研发 比如岁源科技 汉博半导体 昆仑星 新动力科技 力算科技 深流微 星同半导体 灯灵科技 智慧微电子 取速科技等等 当然一直以来看似如此之多的厂商投入 也让大家产生了一些疑虑 有些公司是不是以开发GPU的名号来骗投资骗资源 即便开发出样品卡 其是否能让客户满意 在玩家眼中和英伟达AMD又有多少差距 该如何追赶 这是否算是一款合格的GPU呢 都成为了显卡厂商们的拦路虎和半吊石 没办法 没东西就没人头 没人头可没东西 这里的水泰深 都怕把握不住 不过近两年倒是有不少厂商 就比如摩尔现成给大家带来了不少信心 也引起了国内甚至是国外玩家们的期待 包括统计研究机构JRP 也注意到了中国GPU厂商的快速发展 可能他们也不太喜欢一家独大的感觉吧 还提到了两家中国GPU厂商 还雇佣了前AMD NVIDIA的架构师 还有两家招募了Imagination的工程师 尽管国产GPU的路还很长 但就像我们多年前的科技发展一样 有决心有信心 肯定也会达获成功 期待接下来各大国内GPU厂商 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吧 那屏幕前的各位是否期待国产显卡呢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都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中讨论一番 以上也产生的相关信息 Gay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相关的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y强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